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Goby 今天帶大家來觀塘的工廠區 實際上次我在Sofreem Post 過一張照片 關於我去到一個workshow 講教我做Handmade的Tatera 大家都應該很想知道怎樣做 我今天帶大家去到我身上workshow的那間店 就是這間了 Pure Pure這間店 我今天會找店主Abel 教大家怎樣做D.I.Y的Tatera Abel已經準備就緒了 在做之前 到底了解一下什麼是Tatera Tatera本身是酵母的代謝物 以下我提示了黃色字的美容成份 可以幫助抗氧化抑制黑色素 美白 還有這個收細毛孔 我們今天選用到的這個酒釀糯米就是發酵的糯米 同樣地也有Pure 我們看看怎樣做這支Pure的精華水 這個就是店主Abel 今天我們看了要準備什麼材料 有酒釀糯米 酒釀糯米 大家在超市應該都很容易找到的 酒釀糯米 我們今天就用Maluka Honey 大家或者選用一些素材的蜜糖都可以的 這個大家可以去藥房 或者消息水 因為這個是金油 其實是一些黏黏的 交給專家說 其實金油也是一些天然的保濕因子 它會黏住我們的皮膚 吸收四周圍的水分 可以達到保濕和鎖水的效果 蒸餾水 工具呢 我們要一個西 對 小小的梨仔 如果平時買不到燒杯的 或者可以買一些小杯 都可以 大家在家用碗 兩個燒杯 和紙巾仔 我們就回一個迷你版的梨 所以那個迷你的筋 要一個吉瓶仔 要不要預先消毒 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預先消毒 其實一般來說 你們在家可以用酒精 這樣就最方便了 或者可以用熱水 即是 煮一鍋 煮一鍋 然後再用酒精 把它燒到 這樣就最安全了 好了 我們來開始做了 100ml的Patera精華水 就需要用到80ml的蒸餾水 記得蒸餾水 不要用礦泉水 也不要用水喉水 然後 拔出大約3匙的酒釋 不斷隔了多餘的酒精 你看 擠出來的那些 然後隔了它 之後才真正拿出黏液 這些才是精華所在 你不斷用小匙 硬硬硬硬 過篩 就可以隔出那些 最精華最精華的Patera代謝物 那你這裡盡力起細地做 炸乾它為止 這些這麼黏 這麼濃的白色物體 就是Patera的所在 我們把它倒進剛才的水裡 再加10ml的金油 金油可以在City Super 或者藥房也買得到 攪拌均勻之後 再加多一匙 Manuka Honey 大家可以用天然的蜜糖就可以了 只不過Manuka Honey 在澳洲 歐西蘭 都比較出名 是一些高質素的蜜糖 大致上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很容易做 之後我們就已經可以入瓶了 精華水就做好了 但是這個剩下的酒釀渣 也不要丟 因為阿佩說這個更有用 可以幫手美髮和修毛孔 他也特地拍了一段影片 教大家怎樣用這個東西來敷面 大家可以在這裡按一下他的樣子 或者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Evo Bounce 大家可以按一下 精華水我們回到家可以怎樣用 一個星期大概會用三次 三至四次左右 用法有幾個 可以拍上面也可以 還有可以倒在面膜裡敷著它 也很保濕 狀態也是很液態 它也不會很潔滑的 通常敷完之後我就會拍裡面 就這樣讓它 對 好 今天麻煩阿Bel教我們做這支 自己家裡也可以做到的 Petella 好啦 大家希望有什麼問題 就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阿Bel也可以幫忙回答一下 一些我不懂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差不多了 在這裡 拜拜 拜拜 多謝你的收看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會不定期更新 畫一些新資訊給大家聽 好啦 就這樣 拜拜